前阵子的食安问题 我们也不能被地震消息给淹没 后续还是要来随时关注的 就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他在今天宣布说 先前因为保龄案高中以下 各级学校营养午餐 暂停使用版条 不过从今天开始 会全面开放恢复 也鼓励民众多多用行动 来支持客家米食 不过新竹县教育局补充说明 因为多数学校 已经公布四月份的菜单 目前是没有办法 在随意更动的 所以可能要最快是 等五到五月份 小朋友才会再次的吃掉 吃到这个版条美食 这也是刚才掌握到的 一个最新消息 不过看起来食安风暴 还没有停 另一期事件又起了 是这个知名连锁锅贴店 八方云集 疑似也发生了食安事件 有消费者在7号晚间 到北投的某一个门市 购买了锅贴集 玉米浓汤回家食用 结果其中有四个人 出现了呕吐腹泻症状 被通报疑似食物中毒 对此八方云集回应 当天的确有160组的客人用餐 但是其中只有这四个人 出现了症状 目前还没有接获其他的 异状通报 全力配合卫生局调查 锅贴在监台上 煎得滋滋作响 再搭上一杯招牌豆浆 连锁锅贴品牌八方云集 是不少人的用餐选择 不过近日却卷入食安风波 依次造成四名消费者呕吐腹泻 实际前往出市店家 业者透露前天晚上刚做了大消毒 所以铺上报纸 不过还是照常营运 但7号晚间有一家六口 在店内买了玉米浓汤 以及锅贴带回家用餐 其中三人在七点半用完餐 八点半身体不适 另外一人晚间十一点用完餐后 也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肠胃症状 在凌晨紧急就医 被通报疑似食物中毒 这两项产品我们抓了 四月七号当天 大概有约160个人有用餐 我们总部跟门店 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 有身体感受到不适 这个消费者不管怎么样 身体赶快康复起来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实际问题让民众心嘎嘎 八方云基总公司 目前没接到相关客宿 还在厘清问题中 过台北市卫生局护报后 前往稽查 发现三项缺失 包含冷冻库的风扇 层架不清洁 以及冷冻库温度高于 -18度等限期改善中 以限期4月11日前改善丸菌 其借复查如未改善丸菌 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八条 及第四四条 储6万到2亿元罚还 而台北市卫生局也进一步采集 工作人员首部剥贴盘 剥贴馅料棒等三件环境检体 期盘找出相关因素 别让食安事件再影响闭心 这是叶伟林王一提 特别报道 好 那来更新一下 另一个消息 是网品集团的初瓦西门店 还有响辣西门店 是一起爆发了 这个食物中毒问题 台北市卫生局在今天 再次接获通报 两家店分别新增了7人 以及新增19名的个案 总共累计是新增了26人 因此呢 合计是通报了有82例的个案 那最新的消息 传出这个初步检验 是有验出了诺罗病毒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仁爱河中心院区 也紧急开设了 初瓦跟响辣 疑似食品中毒案的专诊 民众可与网路医院区 来进行挂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